川芳明議員 謝謝院長 院長各位新進 我這個提案 第四條的提案修正 因為目前同學辦公室家屬 在護正的事務上沒有辦法登記為家屬 只能登記為既居 所以我們特別立本法來保障相同性別的二人 那麼在護政機關可以登記護衛同性伴侶加速 也就是國民黨團的一個修正案 那我再次的回到這一次的一個所謂的公投 其實他要強調就是我們要保障同性的二人 用民法婚姻以外的方式 讓他們能夠共同生活在一起 共同經營他們的生活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 我們希望能夠給各位把這個放在這裡面 所以另外一部分 禪左民法第982條的規定 民定成立同性伴侶家屬關係的行程要件 應該滿足書面兩位以上的證人簽名 以及向護政機關為同性伴侶家屬登記之要求 其實我這個案子跟現在整個民進黨團所提出的再修正案子 最大區別就是民進黨團 他第二條把同性婚姻拿掉了 第四條把他放上去的 往上去就可以做結婚的登記啊 我想這是一個讓大家看得很清楚 其實民進黨自己也在掙扎啦 所以他這裡面字啊 字眼裡面瞧瞧瞧瞧到老半天 以為這樣子可以扶隆社會 以為這樣可以扶隆另外一群人 事實上我們看得很清楚 他結果是適以願違啦 適以願違沒辦法來達到了 所以我再次強調的 這個案子其實可以尋求更多的對話 以及更多的一個協商 讓這個社會更允滿 謝謝 謝謝賴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林委員常佐 謝謝賴委員長